好 接下來我要唱的這首歌曲是 也是我覺得真的很棒的一個音樂才女 就是黃韻玲 我相信你們對她的作品應該都非常非常熟悉 那我們今天要唱的這首歌 是她的一首經典作品 叫做 三個人的晚餐 無ší 你如果跌跌跨的船域 你把眼光放向遠望 嗯 看著白色的眼淚 不還說白眼淚 你沒有人哭 沉默怎麽能 說明一切 明白怎麽能 沒有證明 未來怎麽能 不管從前 這心存的雙邊就會 愛情怎麽能 容許介入 心酸怎麽能 說得清楚 情緒或結束 愛又是一雙骨 三個人的晚餐 沒有人開空交番 窗外星光斑斂 沒有人覺得浪漫 三個人的晚餐 怎麽吃也吃不完 難為我無知難 該如何護到晚安 Ooo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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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.. La la la... La la la... La la la... Ooo 你讓我說什麼 Ooo Zither Harp 月光落地玻璃中 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你刻着白色的眼睛 说抱歉也没人哭 沉默怎么能 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 没有绝点未来怎么能 不管从前真心怎么说变就变 爱情怎么能 如世界如你心酸怎么能 说明清楚情事或结束 该有谁无数目 三个人的晚餐 没有人开口交叹 穿回星光斑斑 没有人觉得浪漫 三个人的晚餐 怎么吃也吃不完 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互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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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啊 因为我看到我妈 其实我一直很怕那种家人到现场 那种什么站台啊 平常那种 因为我心里有一个阴影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在聂黄当议校的时候啊 然后我们的毕业公演 那时候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 然后那个场地很小 所以我表演的位置跟观众 就差不多这么近吧 然后他们是在同一个屏幕 就是没有高起来的舞台 然后那时候 你知道我学生嘛 毕业公演已经很紧张了 然后我有一句台词 就说 我妈以前是熟记 然后这时候我就听到观众洗衣面 传来一阵 一串的笑声 哈 不说八道 这是我爸的声音 所以我一直有点怕那种家人到我身上抱着 好 可是你们要拍手拍大心 那我是我妈的朋友